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23日 今天中午的时候,大中午的 我直播了一个拜登的讲话 等了两个小时,说话不到十分钟 但是他也算是说了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 没有对普京本人制裁 英国制裁也是,然后有一些欧洲国家都 日本,包括日本,韩国不知道有没有 好像也有吧,就跟着美国的制裁内容 去制裁俄罗斯,日本好像是禁止高技术产品 卖给俄罗斯,其他的就跟着美国政府 制裁了俄罗斯的两个银行 两个比较大的银行,一个军事的什么银行 这些银行都是参与资助这些 入侵乌克兰的军队的银行 还有一些俄罗斯的这些政客 不准去欧洲,不准去美国 资产在欧洲的,在美国的都冻结 目前因为普京他使这个招数就是说我承认这两个地区独立嘛 然后我派违和部队进去 他这个方式我相信也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的 因为大多数人毕竟不了解那个乌克兰东部的那个情况 那么从这个奥运会普京跟习近平见面以后 互相发表声明说支持对方 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习近平 这边是跟台湾的 互相支持,互相政治上支持 经济上就是中国去支持俄罗斯 这回啊,真的是之前呢 俄罗斯看不上中国,对吧 中国呢,巴结不上俄罗斯 那这回真的算是站到一起了 不管他们自己有没有声称什么军事联盟 什么这联盟那联盟 总之他们要制造的情况 又不是世界大战 就是用这种 我想捏你的奶 我说你奶上有个虫子 这种方式 去耍流氓 你不管我 你让我捏 我他妈再得寸进尺 我再多占一点 多占一点好处 就是 他们的这种 独裁和统治 自己国家治理的一塌糊涂 老百姓水生火热的这种 然后又说自己是精神上怎么统一 对吧 精神上的一部分 乌克兰 所以 你也不能说他错 你也不能说他是神经病 他们这种做法 就是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俄罗斯跟乌克兰是精神上是一家人 精神上是不可分割的 他们这种说法的就是不到完蛋 不到最后一刻不到这个慢慢烂烂烂烂烂到他自己都不能接受 他是永远不会放弃的 他永远告诉你说精神上统一最重要 就是事实上 对每个人的事情上也是这个精神上也是重要的 但是精神上重要的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所有的现在人权的这个底线 各种底线你得有没有这个底线你就去讲他等于说他讲这个精神上的东西精神上是不可分割的东西 他把这个不尊重人权贪污腐败没有法治这些底线 他把它给掩盖住 说你反正没证据 你不知道我有没有底线 那底线你只我自己国家只能我自己是规定 其实他们这样也是自己在害自己 这个东西是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共产主义完蛋的 这就是世界上十大最成功的共产主义国家 没了 这就是为什么 对吧 所以但是普京这个方式他目前受到这些制裁 可以对他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因为中国对他经济上还有补偿 那习近平他一直想要干的事情就是 你看他把香港也搞过来 香港一国两制的协议废掉 就跟普京废掉这个明斯克协议一样 习近平先香港给普京看 然后普京再做这个乌克兰的 废掉明斯克协议和平协议的事 再给习近平看 那习近平我突然想到 他会怎么做去武统台湾 就是像普京一样 他说我们是带一统的 我们是精神上不可分割的 那么中国跟台湾 但是中国呢 已经一直在讲的一个事情 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之前的九二共识也是说 一中个表也是说中国也是一直是这个想法 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台湾认为台湾也是台湾 这个想法 你这个是大家都放着不管的话是可以 但是当有一方想要吞掉另一方的时候 这个想法是很危险的 因为台湾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讲 他认为国民党是正式的清朝慈禧退位 正式退给他 法理上是国民党统一的 那么国民党去了台湾 发展成现在台湾民主社会 那这个民主台湾的民主社会 才是才代表着中国人 就是中华民国才是中国 这就是九二共识的一中个表的 两个人互相表述 这个互相表述的其中的这个危险的地方 可能会被习近平所利用 因为习近平在看到了他老大 他的他的额爹这么做 尝到了甜头以后 你看好像表面上做事情做的 不停做的我去违和 对吧 这两个地区是独立 就是事情做的让人觉得 这个完全是按照即使是按照西方 因为你找不到证据 他是没有底线的 实际上他是没有底线 否则他国家怎么会这么烂 那么经济都没中国一个广东省发展的好 但是就是就是 然后这个危险的地方是在于 因为因为两个两个地方都会认为这个 那么前一段时间正好还有一个消息说 中国的官媒去骂这个台湾的国民党 这个信号加上普京现在的动作让我想到了一个猜想 就是习近平如何去统一台湾的这个猜想 他有可能去制造这个民进党和国民党 在台湾这两个党的这个矛盾 找些人抗议游行啊 引发一些骚乱呢 然后大陆去派维和部队 就像普京派维和部队到乌克兰东部一样 这个方式去武统 然后又不又可以说我不是来打仗的 我是来维和的 我突然想到 我又突然同时觉得 曾他妈的不要脸啊 真是没办法 如果真的被我说中这个样子的话 因为我是因为我看到普京这个不要脸的动作 俄罗斯的不要脸的动作怎么去把乌克兰的这个地方给弄过来的这种方式 其实然后才用这种把这种不要脸的模式挪到中国来 那他们习近平就看着就在学嘛 就学这个东西 学到了以后就知道了 其实有些事情不是你想不到去做 特别是像有些人 我希望我说的这个话 我录的视频也是给这些人看的 就是本来他们就有底线 他们就知道要保持一个诚实度 保持一个希望或者是对家人的爱 心里有爱的这种人都有这种底线 或者是保持一个诚实度 这种人你让他去做不要脸的事情 反正对他来说是很难的 他没办法做不要脸的事情 我非常理解这种人 因为你不需要任何理由 因为有底线的人就是这样 但是没底线的人 他就是会这么不要脸 所以而且习近平 跟看俄乌之间的情况 那习近平有可能 有两个原因 他会加速 他会尽快的去完成 收复台湾这个事情 一个是拜登在美国的 当不了多少总统 他必须得趁着 拜登在美国当总统的时候 他去收复台湾 去做这个动作 另外一个就是 中国国内的情况也不怎么样 所以各方面 各方面原因 我觉得他都会很快的方式 至于这个方式是什么 就是这个不要脸的动作 国民党台湾 台湾内部制造一些混乱以后 他派维和部队 那普京不就是叫维和部队吗 他不管怎么样 我感觉这个非常可能 就是中国的解放军 维和部队过去 简直是太不要脸了 我觉得 先说到这里吧 我感谢您的观众 我感谢您的观众 我感谢您的观众